越南北部一家制茶厂里 茶行老板弯下腰来仔细挑掉茶梗茶籽 他是来自台南的许龙堡 梗啊 还有有时候他有茶籽啊 然后这些的时候不该存在的时候就要挑掉 在越南经营茶叶事业 如今超过30年 有别于一般茶园 许龙堡卖的是古树茶 这种茶生长在海拔1300到2500公尺的高山上 树林最老可达近800年 高度约莫两三层楼高 生长环境必须远离人烟 强调无干扰的自然生长 古树茶它是因为它自然的时候就 老叶掉下来自然的腐化 它作为它的回料 所以它不需要去的时候农药这一块 那也不需要去撕毁 所以的时候它就是一种比较生态茶 不喷农药不用施肥 水龙堡的茶叶通过台湾TTP认证 576项多重残留分析检测均未检出 外销欧洲日本台湾等市场获得消费者青睐 不过因为天然很难控制产量 去年受到气候变迁冲击 产量一度锐减九成 现在的时候因为气候变迁你的茶叶量 也没有那么多 那我们就要的时候改变的时候 来精致 尽量的时候精致一点 那你的价位再卖高一点 机器进来的时候再包装出来 会更给你感觉的时候 更高达 为什么 这个是用PVC 那我以后手改的时候是用 那个玉米纤维 以植带量朝向精致化高价位发展 站稳外销市场后 水龙堡现在目标是打入越南内需市场 他对越南人喜欢的口味有所观察 越南人的时候他就是要的时候 茶叶要有苦要有色 那个是一个解油 他们习惯你要慢慢来去接受 这个是要时间的 不是你一下子可以改变 让时间来引导市场 许龙堡从四十不获迈向古稀之年 深知传承与在地化 才是永续经营的关键 他不仅让员工享有股份 小孩纪念也到越南接班 期盼这一味 回甘醇厚的古树茶 持续飘香 装饰记者陈佳伦 核内报导 收尾 收尾